金档子千叉成功了 但要实现千叉项目年入百万 最大的问题就是母本 川宇是老朋友了 他的品种很多 说支持我一下 先少给我几根枝条 试试看快递运输会不会影响成活率 结果直接给我发了至少2000刀 我肯定不会先多 只是这个人情不好还 帮我想想怎么回报他好呢 金档子的千叉最大问题就是生根太慢 付鸡蛋只要14天 这个金档却要两个月左右 60天时间湿度温度空气都要掌握好 但凡有两三天出问题 都会影响成活率 随便插几颗和批量千叉不一样 付出的成本也不是一个量级 就拿这个人情来说 枝条到了人情算欠下了 插下去死活都得还 这是插的两个品种 一个葫芦果一个一元红 这个一元红听着就很便宜 等我插出来要叫它百元红 这样的名字卖起来可以更贵一些 千叉分做两个类型 一类是嫩枝千叉 一类是去年的老子千叉 两类都属于半木之花千叉 但是活力肯定不一样 总共插了400多个枝条 按市场价来算 这一波能值多少钱呢 如果有人愿意贡献枝条 价格我想让粉丝自己的 但是你们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如果我卖29块9一颗原生苗 估计再也出不了门了 给我点个赞赚赚胆 我是李香录 我们下期再见